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主持郭靖彤 最近在俄羅斯的衛星通訊社有個驚人的消息 這個消息就是 原來在7月21日 大家記住這個日子 俄羅斯的軍方 在短短不夠10分鐘的情況下 就在晚上對哈爾科夫 德爾加奇市區的一個大樓進行奇襲 而這個奇襲就令到超過50多位的北約教官 全部一起離去 可以說的是 在近年來 在戰事層面上一次過 最多的北約人員 也是一次俄羅斯的大勝 大家要記住7月21日這個日子 就是如果連新潮民都可以預測到 拜登將會在美國時間的7月21日宣布退選的時候 那俄羅斯就一定是更早就會知道 甚至是準確預測到那個時間 而根據我們上一集 也都為大家已經進行過分析 就是當烏克蘭那邊要求見我們中國 希望我們中國能夠做到調停和指戰的角色 表示他們軟化 那俄羅斯極有可能就是此消彼獎底下 發動一個更加強的攻勢 來把握最後的時機 來重手遷敵 那今天新潮民就會在這裡進一步來分析 就是烏克蘭來到中國 這幾天談了些什麼 他們的態度如何軟化 如何表示他們 敗跡可言 而俄羅斯如何把握最後的時機 在如今聖券在握的時候 想爭取更多的戰士紅利 而這件事 怎樣也有關係到 拜老頭退選 也是拜老頭 拜登退選 而引起的世界 牽連效應 稍後慢慢跟大家來詳細分析 再之後為大家報道 就是7月21日 又是拜登宣布退選的那一天 有另一件世界大事發生 就是巴勒斯坦 這麼多年來 因為他的政局混亂 和紛紛擾擾的戰士 分了很多派別 而總共14個派別 連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最大的法塔克 還有哈馬B 全部一起聚集了在北京 簽了一個團結的和約 一個宣言 稱為北京宣言 就在我們中國的地方最意氣上來 希望能夠最重則成力量 尋求重新建國之路 當中也包括 如果在巴勒斯坦結束之後 怎樣巴勒斯坦重新建國 裡面的政體 各項的安排 地域疆界 領土等等 這些內民 全部都在7月21日至23日 在北京進行對話 中國今次 繼沙特和伊朗 兵式多年的世仇 隨時會調停俄烏的戰士 如今 還將錯綜複雜的巴勒斯坦派別和組織 一起團結起來 簽一個北京宣言 可以說得是 世界影響力一步一步提升 超英超美 因為很簡單說 你幾可見過美國 會協助人家和平 他不搞事已經偷笑了 與此同時 7月24日 以色列的內塔尼亞湖 就去了美國參眾兩院講話 從中我們可以看得到 以色列目前對美國的影響 依然很深 我會和大家進一步去剖析 這件事 如何 亦都關係到 自從拜登退選了之後 所牽連的影響 內塔尼亞湖去到美國 有什麼人會見他 他發揮到怎樣的影響力 這些不只是 關係到美國的內政和選舉問題 那麼簡單 亦都關係到 接下來巴爾戰士的走向和世界的局勢 有很多人重點在於 內塔尼亞湖 你見拜登 他還會見特朗普 但卻不見何錦麗 那是什麼意思呢 稍後來也和大家一起去分析 在節目開始之前 就由我格仔做一點呼籲 新潮民現在在9月份 就會搞到一個為期十二天的 內蒙古加時五世之旅 和以往一樣 今次的行程也由我格仔來親自設計 出發的日期就在9月14日至9月25日 為期十二天 今次的行程充滿著特別的元素 是一般坊間的旅行社所找不到的 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過去 加852-6828-7447 再說一次 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過去 加852-6828-7447 來聯絡潘小姐 去到報名 以及查詢價錢 和查詢這個行程 而我亦都會在這條片的片尾 最後十幾分鐘 就會講述一下 今次這個行程 究竟有多特別 以及我們的行程路線 是怎樣走的 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看到我們這條影片 最後十幾分鐘 我會親自介紹這個行程一次 踏入炎熱的夏天7月的時候 新潮民也進一步為大家推廣一些我國出產的佳釀美酒 甚至能夠起海外的市場 贏到洋酒大國 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等 一些洋威海外的代表 西格葡萄酒莊有一瓶玫瑰酒 叫做宋彩圖紅 它是西格葡萄酒莊最便宜的產品 但它卻能夠起 2020年德國柏林的葡萄酒大賽上獲得金獎 在餐前酒的比賽上得到這樣的佳織 先拔頭籌 接著就是為大家介紹一瓶金色的交叉 就是西格葡萄酒莊的Initial X 它是西格葡萄酒莊最貴的一瓶酒 每一年僅僅有的葡萄的最高級別的收成 就要釀製有限的酒 每一年都釀製不夠一千瓶 而香港目前只不過有幾十瓶是限購的 它是我們中國葡萄酒 零下葡萄最極致的頂峰傑作 它亦都在CWS2021年中國葡萄酒峰會 獲得頭十名的大金獎 帶領著中國葡萄文鼎最新的高度 接著為大家介紹的就是這瓶N50的table wine 雖然它只不過是一瓶幾百元的table wine 但它卻是在2017年西格葡萄酒莊營運以來 每一年都帶領著中國葡萄酒在海外賽事上 屢獲殊榮揚威海外 2018年德國柏林葡萄酒大賽獲得大金獎 2018年亞洲葡萄酒大賽也獲得大金獎 在2021年和2022年IWC國際威士忌葡萄酒賽事獲得銀獎 在2021年法國釀酒第一大國的葡萄酒大賽獲得金獎 接著在第14屆和第15屆中國葡萄酒大賞市酒師評審大會 連續兩年22年和23年獲得金獎 中國葡萄酒發展峰會最高峰會連續兩年22年和23年獲得金獎 在去年2023年的時候 中國酒業金獎獎被譽為最具代理價值的產品的美譽 這支N50可以說的是 帶領著中國葡萄酒養威海外的先鋒和代表 有興趣的朋友聯絡這個電話6031633 6031633 用WhatsApp和文字進行訂貨和送貨的事宜 而另外早前一直推廣的2023年法國總統馬卡龍來到中國出訪的時候 國宴上飲的那兩支紅酒和白葡萄酒也繼續推廣 那支紅葡萄酒最近國泰還拿出來 來服務他的頭等艙 另外就是這支609 紀念習主席在2020年6月9日 去西格葡萄酒莊寧下進行國家戰略的考察 也欽點了西格葡萄酒 認定他的品質 挑選他 為未來的法國來臨 提供葡萄酒作為國宴之用和國禮之用 紀念偉大時刻的609 這幾支酒現在也繼續推廣 再說多次電話6031633 6031633 WhatsApp我用文字進行訂貨和送貨的事宜 在節目開始之前 也在上面呼籲大家 請大家留意一下有沒有訂閱新潮民的頻道 如果還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按新潮民的訂閱鍵 再按旁邊的鈴鐺再按全部 才為之完成整個訂閱流程 是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通知的 在這裡就有勞大家了 事不宜遲 現在就為大家報道 俄軍在7月21日 最近俄羅斯衛星通訊社釋出了這個消息 就是原來在那一天晚上 俄羅斯展開了一個旗閘 而這個旗閘 就是短短不夠10分鐘 俄羅斯發出了一枚 伊斯坎特爾的M型短程彈道導彈 這個短程彈道導彈射程有500公里 在不到10分鐘 已經去到哈爾科夫德爾加奇市區的一個大樓上面 而這個大樓上面究竟住了什麼人 就是住了大量的北約教官 總共為數超過50幾個 他們是偵測島 他們的偵測衛星也有時警 表示這枚伊斯坎特爾將會到來 但是偵測島也沒有用 因為順雷不及掩耳的情況 已經去到他們頭頂進行爆發 整個大樓精準打擊 令到50多位北約教官一下子全部離去 這個可以說是在戰時以來 尤其是在近年來 俄羅斯當場搞定最多北約教官最多人員的一次成功行動 為什麼有一次這麼成功的行動 偏偏會在7月21日發生呢 雖然知道俄羅斯說跟烏克蘭打 但其實已經跟北約打了兩年 踏入第三年 但大家記不記得7月21日是什麼日子 7月21日在西方時間來講 就是香港時間的7月22日清晨 就是拜老頭宣布自己將會退選的時候 如果新潮民都能夠準確 在兩天前就預測到拜老頭將會踏入第二星期宣布退選的話 那你說俄羅斯、普京那邊會不會 不知道 他們當然絕對會知道 而且更早就預測到他宣布退選的時間 表示拜老頭一宣布退選 烏克蘭立刻孤立無緣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們上一集的分析 上一集的分析就是 澤連斯基如何苦苦哀求中國做中間人 來殺停俄烏之爭 因為自己一定會輸 希望可以 不是謀定政治的後路 是謀定人生的後路想保命 之所以是這樣 我們的外長才邀請 烏克蘭的外長庫列巴 來到我們的廣州來開會 現在還在廣州 為期就是7月23日至26日 說了些什麼 稍後也會陪大家深度來分析 絕對去關係到俄烏戰士和未來的局勢 最重要的是我們中國如何有這個大國和追求和平的體現 如果大家記得我們昨天的分析的話 就會說俄羅斯一定知道烏克蘭無緣 軟化 尋求 出路 就會把握最後的機會 來盡修戰士的紅利 會發動一個最猛的攻勢 來有多少數多少 把握最後的光陰來盡修 俄羅斯根本在這場戰事已經勝券在握 這場戰事是由美國影響北約北約東曠 來迫俄羅斯出手 俄羅斯那時候 大家如果還記得 2022年2月的時候發生什麼 就是他想把這個行動 視為一個特別的軍事行動 不是全面的戰事 是之後第二年 2023年才說 會變成全面的戰事 這個特別的軍事行動 本來打算用極快的速度 來將頓巴士地區 勞金斯克和頓涅茨克馬上攻落 打散烏克蘭那邊的邊境部署 但是 他的對手為什麼拖了這麼久呢 就因為有源源不絕的軍備 在北約的國家支持烏克蘭 俄羅斯根本不是在打烏克蘭 是在打整個北約 這件事大家都心領神會了 想不到北約的謀算 就是希望藉著這次的戰事 美國想著 削弱俄羅斯 將俄羅斯 不單止是國力打散 軍力打散 再將他的經濟和金融 毀於一旦 但誰知道這些 一一都不湊巧 俄羅斯越打越有 他整個國家體系 和經濟和軍工 全部上了軌道 進入了一個持久戰 而且去到近來 還頻頻報節 而烏克蘭那邊 就除了自己軍力不計 人員不計 之餘 北約歐洲 歐盟的國家 也都開始抬盡 民怨四起 因為自己在這次的戰事 都變了羊股 被美國來收割 我想說的 就是不是重複現在的戰況 就是想告訴大家 如果這個時候 俄羅斯是贏了烏克蘭的話 就是等於俄羅斯全面贏了整個北洋 美國就是北約大佬 但是北約其實嚴格來說 不是大佬 就是沒有大佬 大家應該這麼高這麼大 大家是聯防的 所以法國也曾經說過 就是不可以讓烏克蘭輸 烏克蘭輸等於北約輸 北約輸等於整個歐洲都輸 法國也沒有面子 俄羅斯呢 就可以更加肆無忌憚 因為現在很多時評都說 若然俄羅斯贏了烏克蘭的話 下一個就會向北約的成員進行 施壓攻擊 更加連下幾成 所以嚴格來說 我們作業也有分析過 如果中國能夠在這個時候 殺停俄烏之爭的話 其實歐洲都應該多謝中國 因為你被俄羅斯贏了烏克蘭的時候 更加不把歐洲放在眼內 不把你北約其他國家放在眼內 大家可以再重溫一下這個地圖 就是本來一開始就打這個頓巴士地區 誰知道上面就藏了哈爾科夫 下面也掃進去馬利烏波爾 接著打到克爾松道 現在如果要到奧德薩 整條烏冬連出海口都盡修羅斯的底下 那下面克里米亞本來一早已經是俄羅斯打得回來的了 而大家看到這一帶其實往內陸地區來推進 其實都已經在交戰當中 那如果交戰當中的地區 烏克蘭都輸了的時候 可能俄羅斯真的只有半個烏克蘭 所以7月21號 俄羅斯有個這麼強的攻勢 借下了五十多個北約教官 這件事 烏克蘭那邊一定知道 7月23號 烏克蘭外長庫列巴來到我們中國的廣州 跟王毅外長會面的時候 一定有說到這件事 這個世界只有一個國家才可以勸得到俄羅斯 就是中國 因為俄羅斯如今 就是證券在握 越打越有的時候 誰可以跟他說話 普京是不會跟拜登說話的 而特朗普也表明得很清楚 就是俄烏的事情他們不會理 而根據過往的歷史 俄羅斯 即我們再倒催過去 遠古的時代 從來俄羅斯動武的時候 這個世界沒有人可以勸阻他 唯一能夠跟普京有對話基礎的就是中國 所以這次 澤連斯基跪下 在中國面前跪下 絕對是合情合理 對他來說 最明智而且唯一的選擇 我們重複一次 在6月的時候 澤連斯基和他的外長 那些人員 是多麼強硬的態度 在6月的時候 大家記得 在瑞士 澤連斯基搞什麼和平峰會 但沒有請俄羅斯 中國也不到 澤連斯當時很囂張 就說中國故意不到 就是逼很多其他國家也不到 不想我們停火止鍋 這樣的時候很囂張 接著 那時候 烏克蘭的外長庫列巴還說什麼 我們中國曾經說過 就是 人就要知盡退 要有舉白旗的勇氣 以免有更多人的犧牲 以免國不成國 接著 烏克蘭的外長庫列巴那時候 上個月而已 現在是在廣州 上個月就在說 我們的國旗就是藍色和黃色 不知道什麼叫白色 這樣 多有型 過了一個月後就要走過來 我稍後就會跟大家說 在這個會面 是有意義的 我們中國也沒有打落水狗 昨天已經跟大家說過 關於中國 我們外長王毅在廣州 和見這個外長庫列巴 大概的內容 在23號去到 昨天說了什麼 一開始我們中國 都是有大國的體現 就是回憶起 中國和烏克蘭一直以來 過去十幾年都是貿易夥伴 而且有深度的合作 過去有這個人民和科技軍事的交流 糧食的貿易 甚至在過去這兩年 戰事交戰的期間 其實中國也都不停地和烏克蘭有這個貿易 也都每年是這樣上升 中國是絕對有誠意 去做到停火止國 深入找尋一個共同點 建構一個和平持續的計劃 中國也都和烏克蘭那邊表示到 其實自從2023年2月 即是交戰一年的時候 中國已經曾經 都已經用了我們外交層面 來向全世界發表了一個 十二項以政治解決 俄烏之爭的方向 的一個建議 不過他們沒有做 當然 習連斯基想做都做不到 因為根本這場戰事 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停止 完全是美國來影響著 拿著的 只不過這個世界出現了一個新的效應 就是自從拜老頭退選之後 如何牽連地影響這個世界 不同地方發生的政局和形勢 最近這個世界很多國際的大事 都是因為拜老頭 在美國時間 21日 7月21日 宣佈退選之後 而突然180度地改變和發生的 看來這個世界還沒有人 將這個現象 這麼強的影響 的一個現象 將它命名 所以新潮民就在這裡 願意跟大家一起 為這個現象 拜老頭 一宣佈退選 如何影響這個世界 大大小小不同的事情 180度地改變 這個連鎖效應 我們就叫它拜退效應 那麼今後一聽到拜退效應的時候 就會知道這件事原來跟拜老頭退選有關 俄羅斯一聽到拜老頭退選 一預測到那個時機 立刻重手來去割掉五十幾個北約的教官 而且接下來應該還把握著最後的時機 有更強的軍事攻勢 習年斯基一知道拜老頭和特朗普的辯論 大失水準的時候 已經立刻知道拜老頭自己也顧不了 打電話給特朗普 其實習年斯基那時候 曾經找過特朗普 很希望大佬你看來今屆絕對有望 喂 弟弟先恭喜你 不過這樣 如果你上位的時候 可不可以照照我 特朗普 甚至連他那個 都未做到副總統 那個人選 都應該大大聲說 我支持他們絕對不會理 所以習年斯基就不時未疑 沒辦法之下 就終於過來找中國 整件事是很科學的 而當時間到7月21號 拜老頭一向全世界宣布自己退選的時候 習年斯基馬上感受到 不只要去中國 還要加倍誠意 一一打雙打 我派外長富列巴過去和中國來磋商 我再在烏克蘭那邊大大聲 來表示獻出我的誠意 發揮我多年的演技 就是變臉 7月23號 不停地在社交平台發文 富列巴已經去了廣州 就說必須馬上 停火紙箭 免得有更多人命的失去和犧牲 習年斯基過去兩年多都沒有在意過 那些子民的離去 真正正我們中國那句 是人命如草戒 如今才說要珍惜人的安危 然後還說不只希望中國支持他們 希望國際都支持他 其實說了這麼說 他自己心裡也知道 如今會真是一心想著停火紙箭 可以發揮作用的就是中國 那現在我們就說一下 在中國這邊廣州發生什麼事 昨天其實也有說到 會面的內容 我們外長王毅說了些什麼 有多麼客氣 有多麼有風度 有多麼體現到 對這個烏克蘭這個國家 中烏的友誼的關注和珍惜 但如今就是想進一步分析 這些外交的戰略鋪排 很多人問為什麼 庫列巴是去廣州那裡見 不是北京那裡見 因為稍微有認知也知道 你在不同的地方見 就有不同的意義 你在香港見 就是金融生意 在上海見 就跟商業有關 賺錢有關 接著在廣州那裡見 這些是出入口的貿易地方 你現在想做生意嗎 想建廠嗎 接著去到北京那裡見 就是國家的體現 官方政治的支持 所以才告訴大家 更加要在廣州那裡見 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這次外長過來 談條件 談停火子哥的條件 我們的國家其實也很有誠意 去找到這個條件 找到共同點 有人說 在廣州那裡見 就在地理位置上 除了表示 中國現在不是用整個國家 一錘定音來支持烏克蘭 現在還是初商的階段 所以還沒去到北京 那如果翌日 烏克蘭和俄羅斯要簽和約的時候 談好條件要簽協議的時候 可能才會在北京那裡 但起碼這一刻還是廣州 有人說在廣州的地理位置 甚至可能有其他人士 更方便上岸 來加入這個會議 但是不方便透露他的名字 還有哪一方的人 就不方便透露 因為如果去北京的話 比較內陸和耳目眾多 會洩漏這個風聲 有些人這樣說 這個也很極有可能 接著要談條件的話 也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 為什麼要談這麼多天呢 由23號到26號 大家如果熟悉外交關係的話 知道外長去開會的時候 開完會當天就離開了 又或者開一兩天已經很多 他23號到26號 留四天這麼多 即是表示他很多back and forth 很多事情在廣州談完之後 要請示中央之後 不停地來來來回回 而當中的確有很多細緻要談 首先中國要做這個中間人 以前烏克蘭都說 中國一定是偏幫俄羅斯 不要說偏幫俄羅斯還是偏幫烏克蘭 起碼要拿一個中間點 烏克蘭一定不停地爭取自己最有利的條件 以前烏克蘭習近平曾經說過 說俄羅斯打回來的地方 要全部拗出來 再拗出克里米亞才有辦法談 這樣也可以 現在就是態度軟化 談的時候 你肯不肯支持兩國的和平方案 肯不肯各地來求和 俄羅斯在頓巴士地區 有很多地方都即時進行了一個公投 那些人是願意歸入俄羅斯的 這些都是俄羅斯的法理 中方也要考慮在裏面 俄羅斯越打越有 多辛苦拿回來的東西 會不會在現在證券在握的時候 讓你烏克蘭 就算中國多有牙力 多有實力 跟普京關係多好 都很難令他做到這一點 所以這些關於各地也好 拿回多少 回多少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非常高難度 的一個決定 所以說到這裡 最新的消息就是 王毅說了一句 令到澤連斯基和庫列巴 都馬上落盡的說話 就是看來目前 真的要談和談的時機 都還未成熟 不過中方依然會繼續努力 這個說話就聽到 澤連斯基和庫列巴心都寒邁 未成熟 即是未可以談 我也不知道我放了多久 中國在這件事上 正如我昨天所說 若然能夠把俄污之爭化解 就不只是一個功德這麼簡單 是表示美國的長臂管轄和煽動 美國的霸權也被中國阻止 阻止對歐洲的收割 即是我要再強調多一次 歐洲真的應該多謝中國 那你就可以側側搏 用來享受俄羅斯的天然氣 那你就不會有這個能源的問題 歐洲國家經常說要放棄舊能源 要用新能源又說要減排 做得到才說 做不到的時候 又說要慢慢來 因為不想讓中國來後來居上 搞過奧運會 冷氣都沒有 然後拿一些道德高地 包裝自己什麼減排 環保 其實因為冷氣費貴 不要當我們中國人 傻才行 看穿你們的東西 你們的底牌 那講到這裏 真是有件事我自己很驚喜 就是當俄羅斯一開始 他的特別軍事行動 不能夠任務完成的時候 被北約拖了俄羅斯 進行一個長期消耗和持久戰 而且北約那邊 西方 源源不絕的軍備供應給烏克蘭 俄羅斯獨力難支 一個人來頂住整個西方 沒想到打了兩年多之後 到今天 居然俄羅斯會佔上風 國家的經濟 整個體系 軍工進入了軌道 俄羅斯的金融全靠 當時普京把他的奴報和能源掛勾 最近 美國的Windows Microsoft 令到全世界很多國家 甚至供應系統都會有 有個國家 不受影響就是俄羅斯 因為早就被人制裁了 早就已經用自己俄羅斯的網路和俄羅斯的軟件 你看 錯有錯著 這些都是西方逼俄羅斯逼出來的 逼出國家的潛能 逼出他們的強悍 所以在這裡相信 我們中國一定會做得到一個 新名流青史的工業 就是繼沙特和伊朗 中國能夠滑船 等兩國兵式潛艷 相信中國也能夠做到 調停俄烏之爭 停火子鍋 這個大工業 對俄羅斯而言 其實我們應該慶祝俄羅斯 在這次的戰事裡得到勝利 但是這個勝利還未正式宣布 等到調停和協議和約一簽的時候 到底俄羅斯可以在這次的戰事 又或者把握最後這幾個月的光陰 發動最後的攻勢 拿得到多少 到時候我們就正式慶祝俄羅斯的勝利 我眼前就有一枝 就是格仔帶這個東北團的時候 協議去俄羅斯的境內 買了一枝高級俄羅斯出產的福克 你看這個瓶很漂亮 有一個金色的瓶 我不知道這枝的中文名叫什麼 我就改名叫金色俄羅斯 等到簽約的時候 我們看得到俄羅斯 完了這次的戰事 拿到多少東西 收到多少戰事的紅利 到時候我們就會開 我會陪同大家 一起開這枝金色俄羅斯 浸一下這個極品福克 跟大家來乾杯 順便一起來慶祝 祝願俄羅斯和中國友誼永固 因為祝願中俄兩國友誼永固 這句口號是一句說話 有一句俄文 我會學了那句話 舉起那杯Vodka的時候 就會和大家叫喊 然後就乾了它 再之後為大家報道 就是7月21日至23日 巴勒斯坦總共超過14個門派 一起齊集在北京 他們要去北京聚意團結 求同全意 簽一個北京宣言 就是他們一起承認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唯一合法的代表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最大的法塔克 以及哈馬比 還有其他門派 一起派出他們的主席 副主席 高級政治委員等等 最高級別的人物 全部一起聚集在北京 就是你看看拍張照 團體照 這些只不過是最高級的領導 之後還有很多人 多少人 說到這裡先跟大家解釋 巴勒斯坦雖然只有幾百萬人 但是他這麼多年來 都是被人欺負 紛紛擾擾 蒸焗不穩 所以導致他們 就是很多不同的門派 大家其實都是為了求全的 大家其實都是為了一個好的生活 難得在今次 一起共同敵人 在以色列的情況下 他們明白到 一定要聚眾促成力量 但是要能夠做到 團結和尋求和平 一定要有一個有力的中間人 來調停和促成這件事 他們只有兩個選擇 要不就找美國 美國當然不會騷擾他們 美國支持以色列動他們 要把巴勒斯坦人在大地上洗青光 這些是美國的圖謀 所以只能夠找中國 而且我先不要說美國會不會幫助 在這件事上 巴勒斯坦人 這群阿拉伯人 已經狠透美國人 所以一定是找中國的恥銷比掌底下 中國如今 在世界局勢 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中國也促成了伊朗和沙特 將他們多年的世仇兵式前嚴 下一個隨時 搞定俄烏戰士 所以如今 所有這些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這些不同派別的人士 都齊集在北京 在北京釣魚台的國賓館 簽下這個北京宣言 裡面有大量的條件 都體現到他們希望有心 來冒實地建國 希望重新建設一個安穩的國土 安穩的政體 讓他們的百姓 能夠過得好生活 也看到解放組織最大的法塔克 在這次怎樣引讓 因為巴爾的戰士很明顯 就是無論是有細作也好 沒有細作也好 都表示到 在這次的事情太刺激了 做的行為 如果不是 重手地拿出了以色列 那以色列哪會 也會找理由 來大肆 不對等去報復 當然 我願意相信的就是 其實在美國和以色列 放了很多細作 去對家的組織上面 來擦炮走火 讓我釀成這次的戰士 因為早在10月之前 以色列早在聯合國大會 講了自己的圖謀 就是建靠一個新的中東經濟走廊 前提就是一定要擠下 要對巴勒斯坦這個地方 有絕對的控制權 所以怎麼會 無端端不夠 一個多兩個星期 哈馬必就出手 而且好像他們這些武裝組織 刺激組織 其實他們的人士 也有很多烏合之種在裡面 放到細作下去 絕對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但是我們要說回我們中國 能夠在這麼複雜的門派鬥爭裡面 做到調停的工作 我告訴大家 大家可能突然發覺 為甚麼無端端 7月21號、23號 會在中國來到聚意 之前完全不知道 是的 之前完全不知道 這就是我們中國做事的方法 和我們做事的態度 就不像美國還沒做 幾年前已經在吹頂風 大大聲、雷聲大雨點少 我們中國 關於這件事一直 都是沒有消息可以提供到給大眾 但其實中國在過去這幾個月 其實已經不斷約著這些門派的大佬 希望讓他們能夠坐下來談 中國都不停地就著 加沙、巴勒斯坦、人道 和停火子鍋 其實是不停地作出建議 和在這裡滑船的 中方其實是不停地在做事 是終於很不容易 約了幾個月才能約到 每個人都願意坐下來一起談 中國今次要促成這件事 是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國力來支持 還有 這麼多門派的身仇舊恨 去到北京的時候 用什麼而炒起來 當然他們都是做大事的人 不是說到像江湖紛爭一樣 像爛仔一樣 會立場動在手上 不是這樣 但是大家很多事情都不對 一見面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撐到行 明明找了中間點 找了中間點來談協議的時候 可能突然態度強硬 大家都覺不相讓 一定會的這些事情 那麼這個中間人一定要夠牙力 才可以做得到這個角色 要大家都在給面子 中國的情況下 來再談和平協議 這樣才是那個藝術的地方 中國今次絕對是偽高人膽大 從中我也都想 來提一提大家 大家知道我剛才主題的新聞 就是講了俄烏之爭 烏克蘭俄了 又來找黃毅 然後這班巴勒斯坦佬 每個兇臣惡殺 每個門派大佬 又來找黃毅 還要十幾個門派這麼多 你說外長黃毅忙到什麼程度 所以說到這裡 我又忽發其想 若然大家想想到 如果不是黃毅 本來已經升到外事辦主任 他不需要做外長工作 因為秦剛不生性 所以才被人踢下來 那你想不想到秦剛擔當 那些事實上 是否還要調停俄烏 和調停中東門派 這些這麼繁重 和這麼沉重的工作 你想想 秦剛的樣子 放在現在這件事上 有沒有違和感 我覺得秦剛擔當不起 所以很多時候 在這個世界 我覺得很多事情都要整定 這些嚴峻 這麼高難度的事情 是一定要黃毅外長 才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可能這些事情都要整定 整定他回來 坐到外長的位置 整定他 如今 隨時要同時間調停 俄烏和巴勒斯坦各門派 他們都恩恩怨怨 尋求和平之道 我們的外交部 表示到歡迎各界到北京 尋求求同存異 同心協力 最重要是團結所有人民 一起壯大 得到國際的理解和支持 現在這些門派 全部都願意文明起上來 尋求政治來解決 建設一個集體的機制 他們將會建立一個 巴勒斯坦立國的戰後 會建構一個臨時的民族和解政府 裡面有臨時的統一領導 甚至有選舉的全國委員會 以這個聯合國的決議 地域疆界領土方面 以這個耶路撒冷為首都 加上約旦河西和加沙 來建設巴勒斯坦國 不過加沙現在就屯門敗雅 一定要重建 如果這班巴勒斯坦人 想重建加沙 重建他們國家的時候 尋求幫忙的是誰 很明顯 來得北京簽這個北京宣言 將來建國一定不會沒有中國份 一定是尋求中國的基建幫助 大家大概目前能夠理解 以色列真的如日無人之境 盡情欺負所有加沙的人 巴勒斯坦人 其實以色列自己都不好過 進入了戰事這麼久 如果大家有留意過 巴爾之爭這麼多年的歷史 自從1948年打後的戰事 最多在說什麼 六日戰爭 七日戰爭 十日戰爭等等 你什麼時候聽過 十個月的戰爭 一年都來 因為他們真的頂不住 這麼長時間的戰爭 告訴大家 現在以色列的經濟已經嚴重受損 有超過四萬的企業已經倒閉 又根據預測到年底 還有超過五萬 損失來自哪裡 就由黎巴嫩和也門組織走出來說 成功打擊了以色列的經濟 黎巴嫩那邊又不停地向以色列和海口發動攻勢 也門那邊又不停地發動攻勢 真的影響到以色列那邊的經濟 還有一個國家長期投入去戰事 損耗非常之大 還有之前不是一開始戰事 可能不是說的 全世界的猶太人應該回去幫助以色列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主戰 還有說十個月 哪個企業 哪個大陸能夠支持得到十個月的消耗 說回去幫助自己的祖國 那麼丟下自己的企業是不理的 超過十個月 當然不行 所以有見及此 內塔利亞湖 7月24日就去了美國 在參眾兩院發表講話 當然是要上銷 但它不是上銷 它是綁綁著美國 一定要幫助以色列 從中我們也看得到 如今以色列在美國的影響 依然影響很大力 很大力 這個內塔利亞湖來到美國的時候 他會見拜登 他甚至會見特朗普 但是他不會見賀錦麗 在參眾兩院講話的時候 很多政客都沒有出席 比如賀錦麗 佩洛西 他們沒有出席 這是一個戰略 一會兒告訴大家為什麼 我現在先講了 他的發表講話 如何捆綁著美國 當中的內容 大概是關於 以色列和美國 是純似相依 以色列的敵人就是美國的敵人 以色列的勝利就是美國的勝利 以色列的團結就是美國的團結 這樣來捆綁著一齊 就是告訴美國人 如果以色列拜的時候 這也等於美國拜 而其實這樣說 也都是不為過 很多美國人是反戰的 就絕對不會主戰 就是內塔尼亞湖落擊那一刻 都已經萬人空巷來到圍基場 接著 在國會發表講話的時候 也都數千人在場外進行抗議 內塔尼亞湖下塔的那間酒店 都有很多人去圍那間酒店 還不停談到大量的昆蟲 企圖希望讓他們走到這個酒店裡 來作為這個攻勢 不知道那些昆蟲是不是沾滿了烏糞的草蟲呢 讓他們彈一下彈一下彈到那間酒店到處飛的話 是真的很臭的 意思就是在美國人眼中 內塔尼亞是完全邪惡的 誰是可以主戰不受美國的指民譴責的呢 賀錦麗擔當不起 佩洛西更加不會 因為他們是民主黨的 大家知道民主黨那邊 現在面對失去大量的年輕人票 所以敗路才一定要退選 因為他輸硬 失去了這些年輕人票 很多是大學生 很多是年輕人 他們是反戰的 所以你換了另一個人 那些人印象一變的時候就會覺得 不關賀錦麗的事 賀錦麗也因為政治正確 絕對不會踩這張牌 絕對不會表示支持巴爾之爭 甚至是反對 佩洛西也是反對巴爾之爭的 但他絕對不是因為正義 當然了 賀錦麗也不是 整個美國也不是 佩洛西是因為要跟共和黨那邊對著幹 來搶金主 所以才會反戰 所以對面特朗普 就是唯一一個人 可以大大聲說主戰 全面支持 以色列 而得到他共和黨人的支持 因為共和黨人 就是覺得以色列的猶太人 就是應該拿回他們應去之地 他們那些很保守的 他們那一派的紀錄派 特朗普已經多次 而且清楚表明 到現在還未反口 就會鐵桿支持以色列 特朗普還曾經說過 如果讓我當選做總統 我告訴你 我絕對不會拖泥帶水 我立即全面發動攻勢 把那些哈馬屁全部一鑊 特朗普真的這樣說 這次內塔尼亞湖 來美國應該是見美國總統 但是他制定了這個行程 如果不久 拜佬頭就退選了 退選的時候 那你來到 當然啦 他退選而已 他依然是總統 但是現在是個無能的總統 你見他真的沒有什麼意思 都不知道有什麼 他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因為他都快離開了 所以內塔尼亞湖這次 表明是會見到特朗普 即是當內塔尼亞湖 決定見到特朗普的時候 就在預兆什麼 大家都很清楚 之後怎樣呢 特朗普也說 他更加開心 將會見到內塔尼亞湖 特朗普說 我將會招呼他 在我地頭 海湖莊園那裡 進行高級別VIP的接待 說到這裡 大家完全知道了 就是 若然特朗普勝出 特朗普勝出這件事 是俄羅斯和內塔尼亞湖 以色列那邊 都是預測到他會勝出 當然我們新潮民也都覺得 不是因為喜歡他 而是覺得走勢應該會這樣 特朗普應該會勝出 即是表示到美國 是會收了俄烏的戰士 不搞南海那邊 全面地支持巴爾 甚至全面地針對我們中國 這個就是特朗普上了任之後 會走的方針 說多一件事給大家聽 就是 共和黨那邊怎樣不安好心 特朗普是一個生意人 他已經揚言 特朗普的女婿 也都說了 就是 大家看一看加沙那邊 對出海灘 一線的海灘 對著地中海 無敵地中海景 是多麼美 多麼優美 好啊 幸好現在加沙已經屯門拜雅 重建的時候就是我們來重建 他將會將 加沙對出那一大片 對著地中海的海灘 來建設無敵海景的別墅園區 大賺這個房地產的錢 好好利用 這次的機會 慶幸呢 就是加沙已經屯門拜雅 所以他拆樓啊 回收啊 都沒有那麼煩 他們就是 說過這樣的說話 還有這樣的圖謀 可憐呢 就是巴勒斯坦人 意思就是說 如果特朗普上任之前 這個戰事都還沒終結的話 共和黨將會全面支持 以色列 對巴勒斯坦人的欺負和侵略 到時只會有更多不幸 和令我們肉吃心酸的事情 來得出來的 所以我們新潮民說了很久 就是我們很希望 看看可以怎樣做到些什麼 正如我們 外交部一姐 華春瑩所說 就是巴勒斯坦最無辜的 就是那些小蚊 那些小蚊 尤其是在兒童節的時候 他們收到的不是禮物 是炮火 他們失去的是家園 就是如果能夠 在我們香港人 生在這個福地裏面 我們能夠盡到少少心意 能夠將我們的玩具 能夠送到他們手上 都算是一份心意 一份支持 一份安慰 這件事我們新潮民很想做的 那反正就說了 何錦麗 佩洛西 在這裏跟進少少美國的選情 那之前我跟大家跟進 就是說 在這個星期 奧巴馬會不停進行游說的工作 看看他自己的老婆贏面有多少 那看來 游說工作不是很順利 那奧巴馬嫂應該不會割足 民主黨大會做民主黨代表 民主黨代表 應該就是賀錦麗 不會有人挑戰他 全面就推他一個 因為他會輸 那至於VP人選的話 那其實大家都應該不太關心 反正現在都未定 不過之前那些大熱人選 交通部長 有幾個州長都不玩了 那現在就聚焦起 Mark Kelly和Shapiro兩個 那我知道以後有時間 這兩個Calife 以後有時間 才跟大家說一下他們是甚麼人 那不是很重要的 他們都輸硬的 那現在呢 我們有一個希望 就是其實以色列 一向跟中國都真的有辦法談的 就不是中美關係那麼僵 那若然中國如今能夠 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各個門派能夠 成就到一個北京宣言 令到他們團結不再分裂 那會不會同時間能夠 踏橋和這個 以色列那邊溝通 如果可以真的調停到巴爾之爭的話呢 那這件事絕對是一件美事 雖然非常之遙遠 難度非常之高 但是我們都可以往這方面希望一下 始終這個戰士真的太過慘了 都不要想我們中國如何連下三成 發揮我們中國對世界的和平影響力 都不要想這些事情了 只是希望 早有人能夠停止世民的眼淚 那我今天的分享暫時來到這裡 在節目結束之前 就由我格仔來親自介紹一下 這次我們在9月份 將會搞到為期十二天的內蒙古 以及陝西的行程 和以往一樣 這個行程也由我格仔來親自設計 外面坊間的一本旅行社 是找不到以上的行程 事不宜遲 第一天我們就會從香港指定地點出發 然後就會包車到深圳機場 乘坐客機 就會去到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 在經過一晚的整頓以及休息之後 我們就會由呼和浩特出發 去到內蒙古非常出名的 輝藤石勒大草原 輝藤石勒大草原的景色 在內蒙古是數一數二的 而且我們去到當地 也會來馬上感受一下 內蒙古大草原上面 非常有特色的活動 例如就是欣賞當地 著名的蒙古摔膠比賽賽馬活動 也會嘗試一下喝當地的蒙古馬奶酒 以及欣賞一些蒙古草原歌曲表演等等 面對著一望無際景色 再加上可以自行決定一下 究竟需不需要感受一下 騎馬來辭請大草原的感覺 而且我們也會探訪當地的牧民 以及入到當地的祭奧包 如果玩得過癮 還可以穿著當地蒙古族的草原民族服裝 來為自己拍一出很有特色的民族服裝寫真 作為紀念也可以 而晚上我們也會入住當地的豪華蒙古包 再在晚上玩難忘的溝火晚會 來感受一下在晚上夜幕低垂 內蒙古美麗的星空 相信都會令人感到一身難忘 然後第三天 我們也可以在草原上欣賞一下草原的日出美景 然後我們會去到這次行程的其中一個重點活動 關於美國有沒有登陸月球 相信大家心目中有一個答案 雖然我們永遠都不知道美國人有沒有曾經登陸月球 但如果想感受登陸月球的感覺 其實也不難 在我們第三天的這個行程中 我們就會去到烏蘭哈達火山地質公園 這個在內蒙古境內是目前唯一一個已知 在一萬年前曾經噴發過的火山所形成的地形相當特別 當中在八至九個火山群之中 其中六號火山也非常相似 我們印象所屬的月球表面 甚至某些位置也很像火星的表面 這個時間我們就可以來到新村 當地也會提供給我們的太空衣 來體驗一下登陸月球甚至是火星的感覺 當然我們一定要將這一幕拍下來作為留念 到時我們就會在一行多人的情況下 來一起登陸月球甚至火星 握上我們的國旗 來在鏡頭下做一次有多人同一時間登陸月球或火星的狀舉 相信這一輯相也會令大家不生難忘 之後來到行程的第四天 我們就會在呼和浩特那邊來活動 而說到呼和浩特當中有一個可以極力推介 這個就是一說起內蒙古 同一時間也會令到很多人聯想起的 內蒙古發達的畜牧業 而說到畜牧業 內蒙古最有代表性的當然是要數到蒙牛羽葉 我特意來找上這個冷門的旅遊景點 來一起參觀一下究竟身為我國第一大的羽葉製造商 蒙牛羽葉的生產基地究竟是怎樣的 蒙牛羽葉的廠房但論外表已經十分特別 看看廠房外面一個個好像乳牛般一樣的大型儲存官 相信只拍照已經非常出鏡 沒有不來參觀的理由 然後我們就會去到內蒙古的省級博物館 也就是當地的內蒙古博物館 內蒙古博物館去館內的珍藏都出名舊多 尤其是內蒙在古代來說是塞外的地方 所以好像是匈奴王的金冠這些這麼珍貴的文物 只有在內蒙古博物館那裡才能夠找到 而且內蒙古在遠古時期也是恐龍以及猛馬將曾經活動過的地方 當中恐龍的標本以及遠古時期生物的標本也是多不勝數 窗一面有大量珍貴的文物是在我們一般內地的博物館找不到 當然我們也要去看看呼和豪特最早建成的皇教寺院大超寺 由於蒙古和內蒙古一樣 傳統來說他們都是相信藏傳佛教的 究竟一個位於蒙古的藏傳佛教寺會有什麼特色呢 相信大超寺絕對會給你一個答案 然後晚上我們也會去到塞上老街 就會結束到第四天的行程進入第五天 在經過一晚休息之後 我們就要進入到內蒙古的山莫地帶 而在進入山莫之前 我們就會先去王超君墓看一看 說到王超君 我相信很多觀眾都有聽過超君出賽的故事 而王超君也是被稱為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說到關於超君出賽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當年他遠駕兇奴的故事 而且當年王超君還要先後服侍兇奴父子二人 超君出賽整整十八年都沒有回家鄉 最後他就是葬身於我們現在所去到的王超君墓 相信大家去到當地也會更加了解這一段故事 然後我們就會去到中國三大響沙之一的國家級5A景區 位於內蒙古庫布奇山莫裡的銀杏響山莫 來感受一下大幕的風光 說到山莫 很多人第一時間就會想起一片荒涼以及無限的消殺 不過來到響沙灣的話 我想這個固有的印象可能就要被顛覆了 因為我們今次會在這個山莫入住一個全國獨一無二的山莫中度假酒店 當中在這個酒店附近也有大量的遊樂設施供大家享用 例如我們會去到參觀一個鄂爾多斯的婚禮 當中也可以轉成一些山莫中的索度 而這個都可以在山莫里山水之間開玩火車 然後還有過數字的酒店 如果愛好刺激的朋友可以來到沙漫中的越野車 而這個 Driggie我們所入住的山莫中度假酒店 也是全國一個價錢有的酒店 所以在沙灣也被內地的朋友稱呼為國內版的杜拜亞聯酋 來形容他 然後我們就會進入到第六天的行程 在鄂爾多斯這裏 我們就會去到著名的成吉思汗陵 來感受一下蒙古帝國的第一大漢成吉思汗 他的衣冠重究竟是怎樣的 而且不說不知道鄂爾多斯這個城市在最近幾年才被超越成為內地平均第一大收入的城市 可能大家都沒聽過鄂爾多斯這個城市 何來他的人均收入竟然能夠紅聚多年全國第一呢 這個答案就要讓大家來到這裡慢慢發掘 在成吉思汗陵那邊 我們也會看當地的聖登足蹤 然後就會離開鄂爾多斯 去到我們下一站的城市 御林市 來到御林市 我們首先會去到 蔡上的古城 從前來說 就是我們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第一觀察所 因此在明朝的時間 御林古城也被稱之為小北京 如今城內外 仍然保存著很多的名聖古跡 絕對值得我們去到一體 之後我們就會進入到第七天的行程 在第七天的行程 我們就會重點去到 我們中國的執政黨 中國共產黨 裡面的紅色革命勝地 延安 在延安那裡 我們會遊覽到 祖元革命為止 也就是當年的 中央書記處 也會遊覽了 延安的 中共中央駐地的舊子 楊家嶺 革命舊子 在這裏 是毛澤東等等的 重要中央領導同志 當時在延安 居住時間最長的駐地 就在最近 我們新一屆的中央領導班子 也集體來到延安 因為延安這裏 是匯聚著 七大匯子 楊家嶺 祖元 鳳凰山 等等重要的 革命舊子 所以這個景點 我們一定不可以錯過 之後我們也會去到 延安革命紀念館 來詳細了解一下 究竟我們的黨 在從前 經歷了什麼風風雨雨 才逐步逐步 來建立出 我們的新中國 之後行程就會來到第八日 在第八日入面 我們就會去到 有著著名獨特風景景色的 雨盆大峽谷 來感受一下 什麼叫做夢幻的 在雨盆大峽谷 置身於 神秘的怪石入面 大家會看到的 是擁有多層色彩的 神秘幽谷 在這裡拍照 包補大家有 意想不到的收穫 去黑壁上面 所呈願著的 橙色 紅色 加上陽光的變化 石頭文理的精緻 再加上藍天 以及 岩壁上面綠色的線台 紡刺就好像一個顏色盤 由天上打爛了 將色彩散落大地 我們會選擇在 正午時候 拍攝 雨盆大峽谷 最佳時機的時間 去到當地參觀 以及拍照 然後 我們就會去到 陝西另一個著名的景點 來到陝西當然不可以不提 就是黃河 如果說到黃河的話 都會想起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 不浮回 這句詩句 如果說到黃河 第一個為我們帶來震撼的地點 相信就要數到 著名的 黃河湖口大瀑布 湖口瀑布由上游 在內蒙古 奔騰而出 經過G字形的轉彎位 再流經陝西 最窄之處 就是 湖口瀑布的所在之處 所以湖口瀑布的氣勢 相當澎湃 水流一路咆哮 直達宜川縣 當然 說起湖口大瀑布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90年代著名影星 台省的 阿秀良小黑哥 當年 表演的飛越大黃河 其實也是從湖口瀑布那邊 直接飛車 飛過湖口瀑布 而跨越整條黃河 來到這裡 大家也可以親眼看一看 看看當年在電視機上看到的 如今 我們就可以親眼目睹 然後我們就會進入第九天的行程 正式抵達 全個陝西 最出名 也是 中國歷代以來 十三朝的古都 西安 來到西安當日 我們就會去到 著名的西安城 當年的城牆 去到參觀一圈 當然我們是不會透過 行路的方式 去到圍繞一圈西安的古城牆 因為當中的路程實在太長 而反而 我們就會來到 去到特地安排 在西安城的護城河 來到承搭 最新的智能遊船 攤著茶 吃著小食 來到在西安的護城牆 去到在河邊 欣賞西安城的美景 為大家熱一熱身 準備來一起探索一下 這個十三朝古都 去到 打響一個頭炮 然後 我們就會去到 著名的西安地標 中樓 以及 西安的古樓廣場 去到參觀這兩個 西安這麼著名的 標誌性建築 而且 我們也會在古樓廣場 欣賞一個古樂的表演 其實在古樓廣場 是陣列著各種各樣不同特色的鼓 有陶鼓 輔助鳥鼓 以及石鼓等等 他們每一個鼓 都會發出 不同的聲音 在這麼多鼓 不同的聲音背景底下 一起的敲擊 就可以造成一個 與眾不同的感受 因此 來到古樓 不單止 打卡拍照 這麼簡單 之後我們就會進入到 第十天的行程 一早起床在西安 我們就先來看看 有世界八大奇跡之一之稱的 秦始皇 兵馬勇 如今的兵馬勇 經過了考古人員 長時間的努力 和以往所展現的 又是一番 新的景象 身為中國人 我們一定要來到兵馬勇 去看看 感受一下 世界八大奇跡之一這個名字 真的不會浪得虛名 然後 之後 我們就會去到 唐代的華青宮 這裏當年是 唐元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 而文明於此 華青池也是中國國家5A級的旅遊景區 來到西安 我們最主要感受的 是當年 唐朝的盛世 而且有一個比較出名的說法就是 在西安市 日頭就是西安 但是一到夜晚 西安 就會變身成為長安 意思就是如果要感受當年唐代 盛極一時 萬邦來朝的景象 從日落之後去欣賞西安 就會感受到當年的長安 所以 我們在去完華青池之後 就會刻意 在夜晚的時間 在華青池 看一個 叫做 長恨哥的一個表演項目 長恨哥表演項目 是一個 位於華青宮上的舞台 再結合 現代的科技以及燈光效果 再加上300名專業的 演員以及舞者 再配上這麼漂亮背景的華青宮 所混搭而成的視覺盛宴 正所謂 日游溫泉勝地清華宮 夜想長恨哥舞台秀 就是我們新派來到西安的一些新玩法 可能從前有朋友 都已經去過西安 但是隨著我們的科技進步以及時代變遷 其實現在西安都多了很多 從前是沒有的景點 而且效果是相當震撼的 長恨哥就是其中之一 而說到這些的新景點 當然就要數我們第十一天的行程 就仿如最精彩的煙花 在最後一幕爆發一樣 首先我們在第十一天 就會來到 著名的陝西歷史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 聽我的名字好像沒什麼特別 但是身為 坐落在 十三朝古都的西安 裡面的博物館 大家可想而知的就是 當中這個陝西歷史博物館的館藏 在全國各地 數一數二 而且本身西安已經是十三朝的古都 所以裡面的歷史以及文化 是相當之濃厚 館裡面的藏品 也不是 其他省市的博物館 所找得到的 喜歡去博物館的朋友 都會知道 陝西博物館 去火爆到的程度就是 就這樣預先一個多月去預約位 都未必預約到位去入場看 大家就會知道 陝西博物館的火爆程度 以及當中的文物 有多豐富 然後 我們也會來到 為大家特地安排的 西安城市專屬觀光車 油片整個西安 這個車 看起來沒什麼特別 但當中是內有乾坤 這個車 是由當地西安市政府 特地所助力打坐到的 沉浸式文旅觀光車 當中我們會見到新村古裝的道賞員 化身為唐代 很多不同出名的 知名人物 例如是李伯 去為大家沿途介紹一下 西安 這個城市的風貌 這些也是我格仔所形容的 新派西安玩法 之後 當夜幕下垂 我們就會去到 著名的 大唐芙蓉 來參觀的 大唐芙蓉 是一個全方位展示 當年聖堂風貌的 大型文化 主題為止公園 如果大家聽完都不知道是什麼 那就要看看 以下的這幅相 大唐芙蓉 就是我們年前 由到我們的 國家主席 習近平先生 以及夫人 彭麗媛女士 去邀請我們的鄰國 中亞五個國家 他們的元首 來共商我們中國 與中亞五國之間的新關係 以及合作的主要現請地 揀選大唐芙蓉園 當中他的寓意 不用多說 就是來一展 我們當年 大唐的盛世 以及 在西域以外的 當年的這些國家 透過絲綢之路 所展示到 當年長安城的寓意 相信來到大唐芙蓉園 不需要我多說 大家透過他的建築 就會完全感受得到 什麼叫做大唐城勢 再之後 我們也會去到 另一個 可以跟大唐芙蓉園比美的 另一個景點 大唐筆野城 來到這裡 仿如古代的 長安城勢 就會在 現代重新展現 當然 如果給我 建議大家玩的話 我也建議大家 去附近的一些店舖 造一套漢服 在一個這麼漂亮的背景下 穿起古裝 拍照留念 才是最佳的享受 然後 我們的行程 就會進入到 第十二天的尾聲 在西安這裡 我們還有 明代的古城牆 以及當地非常著名的 網紅景點 回文小食一條街 這個 至今已經有上千年歷史 西安著名的美食文化街區 玩到最後一刻 之後我們就會到 西安的 咸陽機場 然後乘搭航班 去到深圳機場 再坐到我們 已經預先準備好的包車 就會直達香港 回到我們 香港的指定地點 來解散 順帶一提 今次的行程跟以往一樣 我們也會坐到 俗稱為 2加1的 飛機以旅遊大巴 以及 我格仔 也會私人 送一張 這十二日行程 所用到的 數據流動電話卡 是可以 暢通無阻地 上回我們 香港任何的網 使用WhatsApp 看YouTube 都毫無限制 這張電話卡 當然是大家 玩這十二日的行程 不可話缺的工具 順帶一提 格仔 所設計到的 內蒙古家陝西之旅 我自己也會 隨團出發 去到玩一份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 加852 6828 7447 來聯絡潘小姐 去到報名 以及查詢價錢 和索取更多 關於這個行程的 詳細資料 再說一次 是WhatsApp 加852 6828 7447 你都可以報名 希望到時 能夠見到大家 和我格仔 一起玩 這十二日的 內蒙古 加陝西之旅 希望到時 見到大家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就來到這裏 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 記得做齊新潮民三保 還有的就是 記得檢查一下 在訂閱新潮民的頻道同時 記得要按旁邊的鈴鐺 再要按全部 才是為之完成整個 訂閱我們新潮民 影片片段的流程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就來到這裏 拜拜